我們下一位Speaker 他是來自於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淑珍 淑珍她加入台灣環境 有人聽過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幫我舉個手嗎 很好那我不用多做解釋 淑珍她是環境資訊協會的研究員 然後之前研究的專案有包括 違章建築 農地上違章建築 然後還有農地的污染 那她今天會跟我們分享 比較特別的事 就是她如何透過 跟資料的對話 然後最後是真的讓台灣政府 把這些相關的資料給開放出來 然後供他們做接下來政策的一些倡議 那我話不多說 把麥克風交給淑珍 謝謝 謝謝 大家午安 這個是我的簡報的QR Code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掃一下 三秒鐘 我今天的講題是 違章工廠黑資料 然後這個大會幫我翻譯的名字是 Dark Data of Illegal Factories 然後因為我不是技術人 然後我在決定了這個題目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 Dark Data黑資料 它是一個專有的名詞 是嗎 是吧 對好像她我查了一下就是insight她說黑資料指的是如果今天這個是以前累積下來的資料然後它沒有被結構化也還沒有被利用跟開發的這些看似無用的資料叫做黑資料 但是這個名字不小心被我用了 那我今天在我的報告裡面我的這個黑資料從環境這個面向來講的話有這三個意義就是說 今天因為我們談的是違章工廠 那因為違章工廠它往往都是缺乏一些環保跟消防的設備 然後這些違章工廠可能有六成以上它是位在農地上 那他們的廢污水因為它沒有這些好的這些環保設備那廢污水可能沒有經過處理就是會去污染到它的林田跟作物的安全 然後第三個就是這些台灣的違章工廠長期並沒有就是受到政府的那個取締跟列管 那如果從資料這個面向來講的話黑資料這邊指的是就是違章工廠的資料它的基本 它的基本的資料並沒有被公開那甚至是它的基本的資料連調查都沒有做 然後相關的這些列管跟查報的資料政府目前也還沒有公開 所以以上就是偶然發現借用了資訊的名詞在這裡稍微做一下名詞解釋 那我來自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那我們是環資是一個環境團體 那我們也經營一個環境的媒體 那我們希望透過資訊的公開跟傳遞 讓這個社會上的人每個人有機會可以知道現在這個環境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也就是說我們基本上是把資訊視為這個環境運動裡面的一個基本建設 那當初為什麼要追違章工廠的資料其實有一點點少曲折 一開始其實是這其實是一個農地污染的專案 然後因為我們想要了解政府有沒有很有效率認真的在處理農地污染的問題 那我們假設是如果政府有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還會三不五十聽到哪裡又有多少公頃農地被污染 那如果政府沒有污染的話 對不起如果政府沒有認真處理的話 那麼哪些地方可能是有污染的但是沒有被處理到 或者是哪些地方地方就是政府在處理上可能有舒適或怠惰的 那我們曾經和那個智庫驅動Data of Social Good合作 然後發現到有900多個像這樣子的農地的秋塊它是有污染疑慮的 然後但是環保單位在我們當時調查的時候環保單位還沒有開始進去做調查整治的工作 那我們在發佈這個結果之後環保署其實很立刻的回應也納入他當年的這個調查計畫裡面 但是呢我們並不想就此打住 那我們就在思考我們要如何跟 如何和這個農地的污染源往上游追溯 怎麼樣去和農地的污染源去做一個正面直接的對決 那台灣呢就是八成 農地的污染有八成以上是因為工業的廢水 那工業的廢水就是來自工廠 但是台灣的工廠的生態其實是有一點特殊跟畸形可以這樣說 因為台灣的合法的工廠有八萬多家 那違章的工廠它的數量也是不在話下 那三年前我們開始在就是在關注違章工廠問題的時候 那個時候整個社會對於違章工廠的討論跟了解還不那麼多 那所以我們就決定要關注這個議題 這張圖是彰化農地的一個日常的風景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上面的 上面的白色的建築物就是工廠 然後這些工廠很分散但是還滿均勻的蓋在農地上 所以我想要結合一下這一次那個summit的議程主題 就是我把它稱作是違章工廠的分散市集結 那為什麼台灣會出現這樣子獨特的風景 我們可以稍微從違章工廠的前世今生來初步了解一下 這個是在19501960年代的時候 因為當時務農的利潤很低 所以在那個時候有大量的農村的人力就流向工業部門 然後工廠呢這些業主他們為了要節省人力成本 那他們就就是進駐這些工廠就進駐到農村裡 到了1970年的時候整個台灣政府就是有一個出口擴張的政策 然後當時就是鼓勵就是有一個家庭級工廠的這樣的一個政策出來 就是鼓勵家家家戶戶在他們住宅的內外去做一些手工的副業 那後來這些副業呢就慢慢的長大 然後因為他要擴大他的產能增加他的收入 所以違章工廠就開始蔓延開來 大概很初步的可以這樣說 那我們的政府其實到現在有三次在政策上放寬 讓違章工廠就地變成合法的工廠 那但是他在丟出這些輔導合法的政策的同時 他沒有一些就是他缺乏一些意志性或者是限制性的一些措施 所以讓這些違章工廠趁著這個力多他就繼續搶蓋越蓋越多了 所以到60年的今天這是去年在台中烏日西南這個地區拍的 所以60年後的今天違章工廠還是現在進行事 那我今天這個短講呢我想要談的是 就是這三年來就是從作為環保團體的這個身份 那我們在要求違章工廠他的資訊要公開 然後他的行政處理行政要資料化的兩個小小的勵志的故事 那我先講結論 在推動政府做資料公開跟這個資料化的這個三年的有限的經驗 我們的心得是第一就是一開始可能會覺得很撞牆 就是到處碰壁你要什麼資料沒什麼資料 但是今天如果能夠找到一個缺口 然後其實就有可能有機會去打開更大的空間 他有點像是我們一般說的破創效應 所以等一下我會舉一個例子 第二個是利用比較的心態 就是今天我們要的這個資料 假設他在其他的部會或其他的資料集裡面已經被公開 那而且是他是他的資料處性 就是可以類比過來的 那我們就有機會去要求這個相關的單位去比照公開 然後最後如果不幸的是今天政府並不是不公開 而是他根本沒有這個資料 那這時候民間可以的做法是 其實可以自己去建立一套 其實自己去建立一個推估 那你做這個 因為你做這樣的一個全國性的推估 你可能會受到政府的質疑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要求政府說 這個推估也許不是正確 那政府是不是應該要展開調查 然後用真實的資料來跟民間對話這樣 這大概是我們的一個工作上的策略 所以第一個故事呢是在130多封公文跟幾十通電話之後 因為一開始我們真的是就是傻傻的 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樣去要資料 所以只要是可以去要資料的管道就是我們就去嘗試 然後那我們就會寫公文去要 然後他就不給 然後會是從民意信箱跟各個地方首長去做陳情 然後也是不給 然後這個那個國發會的那個政府開放資料平台 還有一個我還要更多那我們就去要求 好也是不給 然後就在想要放棄的時候 诶屏東跟澎湖他就給了 那雖然屏東跟澎湖縣他可能不是我們一般說的 違章工廠的重災區 那但是而且真正的重災區其實是這個高雄 他給了統計 但是我們還是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所以就又來來回回的公文啊電話 然後試著去了解說其他的縣市他無法公開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並且提供現在這個已經公開的一個案例 希望對方是不是可以試著從不同的角度去做討論看看 然後可能是被我們感動了 然後就後來又有更多的縣市喔 像台南新竹 然後他也提供了原始的資料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信心大增 就整個被鼓勵到 然後就更積極的去跟地方跟中央政府談 對不起 那通常就是我舉幾個 就是通常地方政府會拒絕提供那個資料的原因喔 那他們最愛的就是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4款 第18條第1項第4款他講的是 就是政府可以不予提供或公開的例外情況有哪一些 他們超愛用 那他裡面說的是如果今天你要申請的這個資料 他妨礙到監督管理檢調查跟取締的目的的時候 他就可以不提供或不公開 那當地方政府做出這樣的判斷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就是我們就是去堅持說 這個資料他其實會牽涉到重大的民眾的利益 還會影響到譬如說人民的安全或者是生活的品質 所以他應該要公開 但好像還是會有一點弱弱的這樣 所以但是現在當已經有限制他公開出來提供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會嘗試再去公文說 那這種情況下真的適用這個法規嗎 因為如果適用的話 但其他的那個已經公開的縣市 他們其實並不是這麼認為 那當然這個這樣子的一個溝通談判 其實有一點險期 因為也有可能對那些已經公開的縣市造成壓力 造成一種反面的壓力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我們只要有縣市就有階段性的進展 只要有一些縣市公開 我們就趕快寫新聞稿 然後有公開的縣市就趕快拍拍手說好棒 然後沒有公開的縣市就繼續呼籲他們要就是提供出來這樣 那這是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很多縣市最後還是堅持不願意公開喔 那他會你就會發現說他其實就是不想要去做這個 提供與否的準博的決定 那他就想說那丟給那個中央政府 就是經濟部由他們來處理 那我們就去詢問經濟部 那經濟部的解釋呢是說 現在地方大家擔心的通常就是三件事情 好第一就是也就是這邊的正確性完整性 跟他的公開之後的效應 那所謂的正確性是指 這邊的那個正確性呢指的是 就是今天他所有的 因為地方政府他擁有的資料可能是舊的資料 他不會像合法工廠的資料一樣 他每年去做更新跟交對 所以這個是資料品質的問題 那 那完整性的部分呢就是現在地方所有的資料就是 有出來接受輔導的這些違章工廠 那以及被其他民眾舉報的一些工廠 所以他的涵蓋性並不是整個地方的轄序內的所有的違章工廠 所以他會對這個部分是有疑慮 然後另外公開之後的效應的部分就是 因為他畢竟還是屬於一個違法的行為 所以地方政府會擔心說這個東西公開之後 會不會影響譬如說工廠的生育跟他的生意等等 那我們就擔心我們就想說 那他們今天其實是要 經濟部他其實也算是很有誠意喔 他要去跟地方政府做溝通 然後去取得一個共識 那共識出來的結果是這個 我們本來以為他的共識的結果是一日公開或一日不公開 沒有他是第三種他是不拒絕提供 不拒絕提供 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會主動公開 但是今天呢你民眾如果要去要的話呢 他不會拒絕你 那這個雖然不是就是最滿意 但是至少也是賣出了就是一個小小步 那我們就以這個為基礎 然後後面其實就可以很快的就是繼續往前走 所以我們就是從不拒絕提供之後 再來就是請經濟部要主動的去搜集各個縣市的資料 並且要放在官網上 那他就好那他們就去搜集了放在官網上 但是呢他的欄位是不全資料是不全的 而且他把每個縣市切分在不同的工作表 好就使用上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要再 再往前稍微做一下改進 那同時要比他 我剛剛說他的欄位是不全的嘛 那我們希望說他比照合法工廠的資料欄位 也就是包括這個工廠他是在做什麼樣的產業別 然後他的產品是什麼應該要全部公開 然後並且以開放的格式放在政府開放資料平台上 那走到SBN其實大概又就是又過了半年了 那這個是最後開放的資料集 叫臨時工廠寧錄大概是7000多家 那這個臨時工廠就是我剛才就是剛才提到的 就是有接受政府輔導的廠商 那對於其他就是正確性比較差的 或者是資料欄位不完整的部分 他其實還是沒有公開的 不過這點我比較持保留的態度 就是說政府的資料是不是今天一定他要完整正確 才能夠公開 那也許等一下可以聽一下現場朋友的想法 那第二個故事呢是用真實資料說服我 因為在前面的那個故事尾聲就是只有7000家這樣 那臺灣的違章工廠我們不滿足於 就是只有開放這7000家 那我們覺得說民眾需要對整個違章工廠 整體的形形有做一些了解 還有整體的污染的風險 以及政府是不是有在確實的做查報的工作 這樣才能對他做監督 那臺灣的違章工廠總量到底是有多少呢 這是我們同一個政府但是不同的部會做出來的 就是發布的結果 那一個是經濟部 它是用工商普查的資料推估說臺灣有3.9萬家 然後另外一個是農委會 它是用國土調查的結果推論有13.5萬家 然後這個就是覺得非常難想像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們的政府對違章工廠的現況掌握是很弱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要怎麼去擬定處理的那個政策 怎麼去規劃預算可能都蠻困難 那我們就是利用違章工廠 我們後來就想到利用違章工廠 它也要繳稅的這個特色 就是今天只要有銷售跟進口行為的違章工廠 它其實都還要繳營業稅 所以我們就從它的統一編號去看說 它這家工廠有沒有做工廠登記 那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就是中華民國萬萬歲 所以這件事情好像不是一件壞事 所以它的公式是這樣子的 就是從稅景裡面找出它是製造業 然後扣除它已經有工廠登記的 那這是我們用的幾種資料跟資料記 那當時協助我們的是 這個是那個智固驅動的D4SG 還有教育部的一個計畫 以及馮甲大學的師生 那這是當時的資料英雄們 我們這一次的分析就是整體的違章工廠的數量 大概是12.5萬 那我們也把時間的這個尺度加進去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2006年到現在 這10年的成長的趨勢很強 然後我們再把這樣子的每一年的結果 去跟修法那個放寬的這個時間點做對照 那我們就發現每次政府只要修法放寬 然後它的數量就會增加 然後另外除了時間這個項度我們也去做了產業別的分析 然後這個是那個屬於中高污染業別的 那我們就發現多有8000多家是屬於比較中高污染 然後特別是會產生廢水的 很大量的廢水的像電鍍啊金屬表面處理 那這個部分經濟部它的推估也就是幾百家 所以就是這個差距非常的大 那這個推估模式它就是會有就是像所有的推估一樣 它有它的解釋的範圍會有一些高估跟低估的限制 但是我們要說的是我們從裡面並不是要提出一個最完整 最正確的違章工廠的清單 我們只是要提的要提醒政府的是 就是違章工廠這個事情它也是也是現代的產物 它不是完全都是過去的歷史工業 然後它應該要去全面做清查 然後特別是政府如果只是單純做政策的方寬 其實會有負面強健的效應 所以它應該要去落實它的法律工具這樣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今年就是行政院張景森政委這邊 就是有承諾他要在明年年底前全台灣的違章工廠做清查 然後並且在清查之後檢討它的處理方向 那就是不論這個背後是不是因為完全是民眾民間的推動 還是也許因為其他的政治原因或者是政府 他就是突然間想到 但就是我個人會把它當成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那接下來就去看說他要怎麼去做這個調查 以及這個結果能不能公開出來 然後這是三個心得的總結 好我的報告就到這裡謝謝 謝謝淑堅的分享 然後我們最後的QA Session會請三位一起上台